來開箱的是日本彩妝品 肉眼看粉感很輕 鏡頭看皮膚完美 難怪他在日本賣番 直逼專櫃的價格 日本的眼影真的沒話說 這好千金喔 超級熱賣 滿滿的保濕成分在裡面 真的很推薦你們買 歡迎回來凱文小美 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日本彩妝品 那這兩個品牌呢 都是我在Ecosme逛街的時候 找到的兩個品牌 這兩個品牌其實 在日本當地呢 享有頗高的名聲 但是因為他們可以買的通路 沒有那麼的多 所以我到今天才跟大家介紹 哪兩個品牌呢 請看 好首先我們先從這一個品牌 是現在日本的上班族 或者是比較時尚的女生界 非常有名 這個品牌叫做T1 她是創辦人 哇這不得了 她是兵棋部御用的彩妝師 叫做Liu Gi 她強調的是整個品牌 她希望透過的是天然有機的概念 所有的每一個彩妝品裡面 都要有滿滿的這種保養的概念 她每一瓶的產品當中 你都可以感受到那種來自植物萃取啦 或者是類保養的彩妝的這種產品 我們先從他們家口碑相當好的這一個 這個是它的毛孔修護的果凍面膜 你看整個就是透明的Jelly的質地 哇真的很水喔 一般做成這樣子的質地 為了要讓它有一個比較好的這種果凍的凝膠感 它必須要在這一層果凍的外面 要再做上一個類似比較膠狀的聚合物 有些時候有可能 因為你當成晚安面膜 那層聚合物可能會讓你覺得黏黏的 或者是長時間下來那個聚合物可能會反而造成你的毛孔阻塞 它這一屏真的它化開來之後 是一種很柔軟的凝動 它不會是那種讓你冰冰涼涼的 而是藉在精華跟凝露之間的一個質地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就是它不會有那一種聚合物的破膜感 它從頭到尾給你的感受是一樣的 有一些聚合物很多的 就是你一化開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砰化水 然後你的皮膚上面可能水灰發掉之後 它就有一層 好像會戳出屑屑的那種聚合物的感覺 這款完全不會 它這裡面透過了仙人掌的果油 然後山茶紫油 就是有油脂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積雪草的精華 然後鼠尾草的提取物 這些是屬於水上的 它其實透過了油上跟水上的雙重的概念 少量的聚合物不會形成皮膚的負擔 所以你可以選擇厚厚的敷衣層當成面膜 或者是就像我這樣子把它按摩到皮膚吸收 就是一股天然的精油的味道 很舒服 不會有黏膩感 不會有乘風感 非常舒服 隔天起來就覺得皮膚好像喝飽水 而且因為有積雪草的萃取 所以也可以修復白天緊張 或者是可能受到紫外線傷害的皮膚 這款真的很舒服 不過它小小的這樣 價錢不算便宜 我個人覺得不算便宜 同樣是類保養的這個概念 他們家的這一支亮白幻彩精華 好我必須老實說 他們家還有很多其他的明星商品 但我買不到 架上都是空的 真的是太受歡迎了 不過這一款亮白的幻彩精華棒 我那個時候在櫃上試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不錯 怎麼樣很不錯呢 你們有沒有看到一推化水 好厲害喔 同樣的這樣子的產品 你會說這種東西好像在韓國很常見對不對 這種保濕棒 但是不同的是韓國的保濕棒 你怎麼用喔 那個蕊心都不會軟掉 或者是不會崩裂 圖案的這一支 你會看到它邊邊 就是它會崩裂 代表是什麼 就是蠟與聚合物比較少量 保養成分就會提高 有些品牌就是你在用保濕棒的時候 它會讓你從頭到尾那個棒棒都不會斷掉啊 都不會被你壓壞掉 原因是因為它裡面的蠟跟聚合物很多 可是它這個輕輕的滑 你看它旁邊就代表 它是真的滿滿的保濕成分在裡面 它透過的是油香的仙人掌紫油 然後呢維他命E然後以及B5 然後幫助我們達到就是皮膚的水潤修復 更重要的是它裡面還有高含量 來自天然素材的這個維他命C 這個維他命C的濃度來到了90%的高濃度 高純度 然後另外它還有一個促進皮膚細胞自我更新 跟修復的鼓鼓指紋 這個鼓鼓指紋它可以減少喔 就是細紋 眼下細紋乾紋 所以啊你也可以就是化了妝之後 如果覺得自己有乾紋你可以就輕輕的一點點拍一下眼下 或者是呢你就把它當成平常的保養品 潤的 潤的 我覺得比起韓國的這些保濕棒 它的潤度可能要再高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當成保養的話 整支圖擠出來一點點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妝後想要改善乾燥的狀況呢 用直腹輕拍這樣子的用法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兩種不同的需求 好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了圖案的彩妝 我們先看這一瓶 這瓶是它的妝前乳 水潤光感的妝前乳 它有SPF22 然後PA兩個加 所以呢 應該是比較偏向潤色以及改善膚質使用 不要把它單純的當成防曬 因為如果陽光真的很強烈的話 22是不夠的 但是它強調它裡面有97%的花精成分的美容液 也就是從花裡面萃取出來的耶 淡淡的粉色 它好輕薄喔 這個很厲害耶 推開來的瞬間 整個化水 然後就在皮膚裡面 延展性超好 然後透感超強 皮膚立刻會有水水亮亮的感覺 因為有些時候這種帶粉紫調的 涉底作用的產品 很容易讓臉會看起來灰白灰白 可是你看我現在手是透了 這個很可以耶 完全不會影響到皮膚的質感 去呈現一種水潤透亮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所謂的妝前乳 它的那個粉感很重 你後續在加底妝的時候 就覺得那個臉會看起來有點好像太白 就變成你的粉底用的很少 或者是你的粉底就很容易有服裝感 這個完全不會耶 你看我的手 整個就變一個透亮的狀態 我肉眼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粉 可是透過鏡頭 好厲害喔 我這一瓶難怪它在日本賣番 也難怪它可以賣直逼專櫃的價格 下次大家可以去Ecosme 比較容易找得到 可以去找找看 這個真的不錯 所以同步我們趕快來試一下它的粉底 水凝柔光粉底液 粉底的防曬係數就是高的 可是對我來講粉底的防曬係數高 它只是make sure我們可以粉底有防曬 但你也不能夠完全靠粉底來當成你的防曬 一定要記得防曬的測試 它必須要很均勻的達到某一個厚度 才可以有保護的作用 可是粉底它絕對不可能塗到那麼厚 所以如果你單純要靠粉底來做防曬 也是不太可能 但是它的粉底的防曬係數很高 它的SPF50 Plus PA 4個加 那同樣它強調有94%以上的美容成分 你看這滑開的瞬間都是水 這個真的非常適合想要有天生好皮的那種 媽生好皮的感覺 你們看這兩個疊起來 我的天兒 肉眼看粉感很輕 鏡頭看皮膚完美 這個很適合的就是你的皮膚沒有非常明顯的瑕疵 比如說不是那種很多痘疤的人 或者是你的曬斑很明顯的人 幫你的皮膚做一個漂亮的打底之後 我們再用遮瑕去遮掉某一些瑕疵 我現在用的是03的色號 因為我想說自己可以用 所以我買了0304兩個色號 後來我發現這兩個色號 其實它的色階是差不多的 但是色調不同 也就是說它們兩個一個是暖色調一個是冷色調 它並不是說4號就好像變得曬過陽光的小麥色 不是喔 3號4號一個是暖色一個是冷色調 所以如果你是皮膚比較白皙的女生用01 因為日本的01是屬於比較象牙色調的01 然後一般膚色你就可以用02 它也就是比較自然的顏色 那我現在手上試的是03偏暖色調的 帶一點點粉色調的這個beige 我覺得會讓你的膚色看起來有暖暖的感覺 那如果你是屬於比較冷色調 然後膚色比較深一點點你就用4號色 它們家的這個妝前乳粉底很可以喔 這個品牌很不錯喔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它們的色彩的部分 我們先看它的包裝磨砂的表面好美喔 它的上蓋的部分是有一點點尾傲 不是平的 因為我們自己有在做產品 這個包材絕對是它自己的包材 而且這包材一定不便宜 光這個外盒人家應該就可以做一個眼影的內容物了 然後打開來看也是不規則的 就好像大自然裡面的石頭那樣子的概念 所以你看它外面有點像寶石 裡面像不規則的石頭 非常有這種意境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顏色 就是那種嫩嫩千金的感覺 跟韓系彩妝最大不同的就是 它的顏色不會讓人家覺得難以駕馭 或者是嚇一跳就是很自然的 我買了兩個顏色 基本上就是我只能買到這兩個顏色 一個就是暖色調 一個是冷色調 它的色系它的大小 對於一般人來講是剛剛好 這個完全顯不了色 怎麼辦 這個冷色調的顏色跟我的皮膚幾乎融為一體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小朋友 你有沒有辦法拍出來 但我必須說就是它的眼影非常的細緻 細緻度非常高 感覺上就是它的這個眼影裡面 是有加入保養的粉末 有一點淡淡的自然的這種色調跟光感 這好千金喔 從質地包裝一直到顏色都好千金 然後他們家的這個花瓣飄逸腮紅 仔細看它上面是有烤粉的這個凹凸的層次 好捨不得用 這個顏色它的靈感是來自地中海的陽光 灑在你的皮膚上面的這種自然的光感 所以它帶了一點點淡淡的金色 然後因為是自然系的彩妝 你完全不用擔心自己好像打了一個光在你的臉上 它的光感好細緻喔 也太戲劇了 我個人覺得你家裡面可能已經有很多的腮紅啊 眼影 你自己已經習慣用的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可以試試他們家的底妝 尤其是在接下來的這個秋冬 你的皮膚會開始轉換一些比較偏乾的狀態 或者是熟齡肌真的很推薦你們 你們試試它的粉底 是我近期以來覺得很不錯的一瓶粉底 接下來呢 一樣是在這個ACOSMAN買到了這個Snydo的眼影盤 應該是它的臉部盤 Snydo它創立於2005年 本來是一個服裝品牌 如果是喜歡日系風格的女生 一定知道Snydo這個品牌 它應該是一個屬於時尚的集團 大概2021年的時候呢 他們成立了一個美妝的部門 專攻的就是彩妝的部分 他們強調的是希望透過Snydo的服裝 以及彩妝 甚至於接下來的保養品的系列 帶給大家一種Clean Beauty 簡潔乾淨的這種時尚美感 好 我手上這個是01的色號 01這個色號呢 也是他們的開山祖師 然後曾經創下了連續幾個月的斷貨 就是超級熱賣 這個顏色就是非常的實用的一個大地色調 不過這個大地色調淡淡的這種偏橘色 但是又不像韓系的橘色 就是日系大地的 有一點點類似乾燥的這種橘色調 這個顏色真的好美喔 而且粉好細喔 日本的眼影真的沒話說欸 像我自己一直以來非常喜歡的LUNASO的眼影 就是它可以把那種保濕蠶絲的粉末 然後它的顯色度跟這個服貼性去延續 整個這種保養的概念 我覺得Snydo的眼影 有一點點類似LUNASO的眼影 欸 高級感不錯欸 它這個顏色漂亮的 來看一下它的亮粉 細緻的 不行 我現在用知性優雅的聲調 當我用到好的產品 就會有一種激動興奮的感覺 就不自覺的這個大叔槍就跑出來 但是它真的很細欸 它的粉真的很細 它即使是金鑽亮粉的粉末也是非常細緻 也是非常細緻 不會有那種大老遠就看到你的那種 噔噔噔的那種感覺 就是跟皮膚整個融為一體的粉末 再看一下它的highlighter 它的高光 你看我的手腕 細的 它有很多的色調可以選擇 除了01的經典色調 你看帶了淡淡的粉色櫻花調 冷調中 或者是有一點點這種沙漠孤寂感 你看它跟01又不一樣的色調 01比較偏橘 然後這個03沙漠孤獨感 好漂亮 沙漠孤獨感 然後我也入手了他們家的這個 2024春夏的夏季限定眼影盤 你看這顏色是不是很實用 哪一個顏色你不能用你告訴我 哪一個 沒有吧 它的金鑽眼影摸上去 居然有一種微濕的感覺 它的眼影真的讓人想起Lunas 該不會是Lunas同一個工廠開工的 本來我想說一個服裝品牌出的眼影 應該就OK堪用就好了 但沒想到它是完真的耶 粉末很細耶 真的知性又優雅 微亮霧面跟自然金鑽 全部都有很自然不失手 很多時候我們會盡量讓自己的穿搭簡單 尤其是現在低調的這種搭配的風格 你再搭配上一個自然的彩妝 不會大老遠都覺得對面有一個濃妝夜魔的人 走過來一種清新自然優雅自信的這種美 從服裝延伸到彩妝 今天開箱的這兩個品牌 真的大家如果到了日本 到Ecosme 一定要停下來看一下這兩個品牌 這兩個品牌可以讓你試色 試質地會讓你愛上 喜歡我更多日本的美妝資訊 一定千萬不要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全部提醒 凱文小鈴鐺我們在下一個日本美妝開箱再見